月末哦,今天几分钟网来教你做吧 你将需要若干张材质,一支铅笔,一把美工刀,一把纸子,浇水 第一步,用尺在材质的边缘标出宽0.5到1厘米的线条 这将被用作后面材质的刻度 第二步,用力按住纸尺,接着是用材质刀进行材质的操作 才出长15到20厘米的纸条 第三步,首先取出一个纸条,然后卷成一个紧卷 用白胶将纸卷的边缘粘贴住,并且等待其干燥 小提示,此时也可使用牙签来卷 之后将卷好的紧卷小心地从牙签上面取下来即可 第四步,这样总共制作紧卷60个 第五步,重复1到3步 接着用手将纸卷的一端轻轻捏扁,这样就得到一个类滴状的卷 第六步,按照5个类珠形纸卷为单位组成一个纸花朵 类珠卷总共可以制作4个花朵 第七步,用两个花朵和24个金卷做笔筒的一个面 而在笔筒另外一个相邻的面只需要6个金卷 所有部分全部用胶水粘在一起 第八步,按照上面这样的思路 将所有纸卷组合完成之后,就可以得到一个颜值的笔筒了 不过,比较遗憾的是,笔筒底下是没有封口的 如果想封口的话,可以再制作几个粘质的花朵粘粘来达到分底口的效果